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都是老王 你有听过南洋十大邪术吗 这十大邪术分别为 灵匠、骨匠、混合匠、升匠、续命匠、挪术、招魂匠、爱情匠、血咒、还有鬼匠 有人说过毛山术跟匠头术其实非常接近 毛山血符咒需要灌入精气神 同样的下降头也需要 但不同的是 匠头术会需要媒介 例如血或者是铁钉 这种呢就是血匠跟铁钉匠 用毛山符咒通常都不太会致人于死 可是部分降头可就不大相同 如果想要的话 降头时能够让你疯癫 严重的话则会上命 降头术除了可以取人性命 还可以做一些好的降头 让你忘财忘桃花转运甚至是续命 还能让变心的爱人回心转意 让别人爱上你也是可能办到的 也因此非常多人不管后果去做了降头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泰国的降头故事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勤匠的事 但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招财降头的故事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是在年初的时候 为什么会印象深呢 是因为有一个工厂老板姓林 这位林老板大概60岁左右 但是他老婆年纪却是20出头而已 他们一起过来泰国还指明说要去做降头术 那在去的过程中我当然还是问了一下 怎么会知道我的啊 这才知道原来我之前说的勤匠事件 已经传到很多地方去了 那我又问 为什么会想要去做降头呢 林老板才说 因为我工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生意越来越不好 求神拜佛都没用啊 无奈之下听到有人说降头 于是就想来试试看了 说到这边啊 林老板的女朋友就说话了哦 他有一点生气的说 就正常拜拜就好了 干嘛要用降头呢 其实啊 他们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 一个人啊会想试试降头 但是另一半一定会阻止 毕竟降头啊 负面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可是其实也有正面的 像是招财的小树 或者是桃花的一些树 只要不要干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基本上都没事的 聊着聊着 我们也越开越深山 一般厉害的降头师 都不会在市区的 一定都是远离都市 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专心下降 大概半小时左右 我们抵达了降头师的住所 那是一间泰国常见的高脚屋 阿湛的徒弟过来迎接我们上楼 上去以后 林老板开始问话 我来翻译 这林老板说啊 因为最近一些案子都不见 工厂生意越来越不好 所以想要来招财 阿湛点了点头 跟他说 这个咒要五万台币 之后还愿要再十万啊 当然他提的是泰铢 只是方便大家换算 所以我才说台币 这林老板犹豫了一下 同意了 接着阿湛要徒弟准备一些东西 然后拿了剪刀 要林老板剪一小撮头发 把头发放在他前方的窩 开始念咒 吹咒 整体大概五分钟 阿湛就说 可以了 要林老板回去台湾 要多做善事 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要做坏事 不要杀身 后来我们走出门 林老板边摸他那所剩无几的头发 一边说 哎呀 这真的有用吗 不到五分钟 我也只能笑笑的说 来回去才能知道 新陈哲宁吧 后来带他去吃饭 隔天林老板就回台湾了 这才不到半年 我又收到林老板的讯息 他说他要再来一趟 而且会带朋友过来 哎 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过来要做阿湛吧 这可跟我无关哦 约定的日子来了 林老板一样带着老婆 还带了另外一位老板 叫做陈老板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上了车 这时候林老板说 小鱼啊 我跟你说啊 这酱头太神了 我生意不只是变好 而且是超级好啊 接了一大堆海外订单 来得莫名其妙哦 这陈老板是我同业 跟我做类似的工作 有钱大家赚嘛 所以我就介绍他来啊 我听到这边 就觉得很佩服林老板的气度啊 可以自己赚 竟然还让朋友赚啊 同样的 我们过去了阿湛那边 这一次啊 他们是分开进去的 林老板让陈老板先去 他们则在一楼等 我就和陈老板先上去 同样的陈老板要求和林老板一样 阿湛也一样的剪了陈老板头发 下降过程五分钟左右 又换林老板上来 这林老板呢 这一次则是来还原 依照之前答应的 给了阿湛十万台币之外 还给阿湛五万元红包 谢谢阿湛的帮忙 就这样 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的结束了降头 并再隔一天回去台湾 但这件事情隔了三个月不到 事情发生了 林老板传了讯息给我 告诉我他很着急 他要来泰国找阿湛 我就问他怎么了 他就说他过去再说 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一看到林老板吓了一大跳 他整个人销售一圈 黑眼圈超声 嘴唇整个发白 这一次呢 只有他一个人过来 上了车啊 我问林老板发生什么事情 林老板才说 我遇到怪事了啦 很怪的事情啊 差不多从上个月开始 一直有一个女鬼出现 敲我脖子啊 接着林老板让我看他的脖子 他的脖子全都是淤青 我说林老板这怎么会这样啊 林老板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在台湾也不敢乱讲话 人家都说鬼不会过闲水嘛 总不可能跟到这边来了吧 我也不敢跟我老婆说 是骗他要去国外谈生意 自己偷偷过来的 哎呀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啊 我才赶快跟你讲啊 我听完也替林老板觉得紧张哦 到底是谁做出这种事情 感觉就是要林老板的命啊 很快的我们到了山上阿湛的家 这阿湛一看就说他要先做挪术 让自己跟神灵交流 帮他了解整个状况 接着阿湛开始念咒 慢慢的低下了头 嘴里说出了泰文 泰文啊翻译过来 意思是 林老板被放符咒了 是他熟悉的人干的事情 而且特别强调 是他熟悉的人干的事情 说完以后啊 阿湛就安静了大约10秒 慢慢醒了过来 我翻译给林老板听 林老板很惊讶哦 他觉得他对大家都很客气 为人处事这么好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 这时候又问阿湛能怎么做 阿湛才说 林老板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还可以 对方呢 如果只是要警告林老板 就会到此为止 但如果要林老板的命 一定会再下一次咒 这时候呢 就可以下一种降头 透过血咒搭配鬼降 如果对方再下一次服 那就会被反噬 除此之外 林老板身上卡的女鬼 就会直接去对方那边锁命 这样的降头会收30万元台币 而且不必还愿了 这林老板啊 人命关天自然就答应下来 阿湛也就开始下降头 但这一次的降头数是我不能看的 据说会影响到我 所以我就先到楼下等 因为当时是晚上了 我在楼下刚才明明就没有风 忽然刮起阵阵阴风啊 还隐约听到有女人尖叫的声音 我听到都觉得超可怕 大约10分钟左右 阿湛徒弟要我上去帮忙翻译 我上去了 阿湛对林老板说 降头已经下好了 要林老板不用担心 一样的在台湾要多做善事 不要做坏事 不要杀身 后来我也就带林老板回去旅馆休息 隔了一天神奇的事情来了 林老板看起来他精神好了很多 他说他难得睡这么好 之前睡觉都觉得一直有人要掐他 甚至做噩梦一直梦到有人在追他 他昨天晚上完全没做噩梦 一觉到天亮哦 后来林老板开开心心的回去了台湾 这时候我也开始想 到底是谁对林老板下符咒呢 一个月左右 林老板发讯起来 非常生气 跟我说阿湛根本骗人什么的 我就说 怎么了 林老板才气呼呼的说他要来泰国 去找阿湛讨一个说法 有时候不想带客人去找降头师就是这样 出了问题 第一个会先找我抱怨 然后有一些还会来怪我 虽然会有红包 但这很多时候真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总之不到一星期 林老板来了 结果他是脚一搏一搏的过来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他不用说话 我都感觉了出来他火冒三丈 抵达阿湛那边 林老板才开始说他遇到的事情 原来 林老板回去以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好几次 林老板不在 陈老板都会过去要找他泡茶 几次以后 林老板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这陈老板会这么巧 刚好都选在他不在的时候来 这可想而知下符咒的一定是陈老板 又过了几天 林老板的老婆竟然住院了 住院的原因不知道 全身都是黑青莫名的黑青 就连医生也摇头说查不出原因 但是那陈老板人却是好好的 而且生意还越做越好 又过了几天 林老板醒来以后发现 他的右腿完全使不上力 变成跛脚了 却看神经内科说是轻微中风 但是林老板的腿除了没力 还会痛 就好像被人打过一样 于是林老板就认为 阿湛根本骗人 说什么会反噬下咒的人 那又怎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呢 阿湛听完以后看着林老板 对林老板说 你最近吃什么 我翻译过后 林老板先是认住 然后没有说话 阿湛又再说一次 你最近吃什么 林老板才说 狗 狗肉 阿湛这时候有一点凶的说 你还专挑怀孕母狗吃啊 我再问你 你最近还吃了什么 林老板这时候说 这跟我的腿有什么关系啊 阿湛才说 你吃人的胚胎对吧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杀神 不要做坏事 我说了几次 你专门挑怀孕母狗吃 现在后面跟了一群动物铃 还有婴儿铃 他们全部拉着你的腿 甚至咬你的腿 你的腿自然是这样了 我已经劝你两次 这一次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老板才解释说 他是听人家说这些可以壮阳 毕竟他都60岁了 又娶了一个20岁左右的老婆 那当然会需要这些啊 阿湛摇摇头说 我不会帮你处理事情的 你请回吧 这时候林老板又问啊 那下符咒的事情你怎么说啊 陈老板还是好好的啊 阿湛才说 谁跟你说是陈老板的 是你老婆 你请回吧 送客 接着阿湛的徒弟 就把错愕的林老板请了出去 一路上哦 林老板都不说话 我在旁边也觉得尴尬哦 虽然我心里在想 说好要给我的红包咧 该不会这次没给吧 当然啊 最后林老板回国的时候 还是给了我红包 到他回国啊 离开的时候 他都没有说话 我想 他应该不断的思考 为什么他老婆要对他下符咒这件事情吧 这个事情就到这边 林老板之后也没有再跟我联系了 那么其实酱头术有非常多 最多人用的被人称为南洋十大邪术 其中一个就是这则故事阿湛用过的挪术 说到酱头啊 你可能会马上联想到泰国 但其实酱头术除了在泰国以外 在马来西亚 印尼 文莱 印度 菲律宾也都非常盛行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 南洋十大邪术 第一个 灵匠 使用灵匠的酱头斯啊 通常功力比较强 酱头斯会用大量的咒 搭配自己的灵力 让受害者产生幻觉 终于灵匠的人 会做出匪夷所思的怪事来 灵匠跟所谓的福宰仙的服术很像 但是一旦酱头被破 也是反噬的最厉害的一种招式 所以通常使用灵匠的酱头斯 不会轻易用这一招 如果真的要用 一定会让对方一招毙命 让酱头斯 予取予求 直至酱头斯解酱 或者是有高人出手破酱 才能逃出生天 脱离对方的掌控 第二个 骨酱 酱头斯会利用 蜈蜈蜘蛛 毒蛇之类的毒物 培养出毒菌 再透过食物或者是水 直接附在受害者的身上 使用骨酱不需要有太高的功力 就能下降 装了骨酱的人 身体会产生异变 看医生也会查不出原因 但是这个酱也是最好解的酱 只要有功力的法师 就能找得到原因 第三个 混合酱 这也就是骨酱和铃酱 两者混合 通常会先下骨 接着再用铃酱来控制骨 这样就能决定什么时候会发作 还可以加强骨酱的威力 在台湾能破骨酱的法师很多 但是能破混合酱的大概不到100个人 第四个 升降 所谓升降 也就是降头师念出大量的咒语 集中意志力来下降头 不同的地方是 升降需要使用往生者的骨头 或者是坟墓的土之类的道具 还有一些人会透过小鬼来下升降 才能成功下降 通常种人升降的人 每天都会精神不济 睡都睡不好 严重的话还会产生幻觉 旁边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异样 也因此下升降 通常不是为了取命 而是为了给予警告 第五个 续命术 上古道教法术中 有一个法术非常出名 那就是七星灯续命术 方法是用一个七星法阵 点上七个蜡烛 七天内不能熄灭 这样就能成功续命 但降头的续命术 则是下降头在人的身上 接着拿走你的寿命 让你承受他的疼痛 可是呢 只能使用一次 所以有一些降头师啊 因为期间快到了 整个人看起来都会黑黑脏脏的 那就是他曾经使用过续命术 第六个 挪术 降头师会让自己进入神人交流 或者是神灵附体的特殊状态 这个时候的降头师 能知道过去 未来 现在的一切 还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例如你被谁下了降头 或者是你的东西掉到了哪边 所以属于辅助型的血素 第七个 招魂术 降头的招魂术也是辅助型的降头 目的是将灵魂封印在某一样东西中 归自己所用 像是鹰牌 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养小鬼 就是招魂术的一种 招过来的魂会被禁锢住 除非被破法 否则永远不能去投胎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是 透过一些方式 直接将活人的灵魂抽出来 人有三魂七魄 被抽走了其中一魂 还是可以行动 但是会变得疯疯癫癫的 经常对着空气说话 这种人就是因为魂被抽走了 戳走活人的招魂术 据说威力更强大 有些香港艺人养的小鬼 就是这样来的 第八个 爱情匠 爱情匠有分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针 爱情针的下降方法很简单 但效力有限 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重新下降 只要在自己身上打针 就能许愿让自己心爱的人回心转意 或者是让别人爱上你 通常是用来招桃花的 第二种是针 降头师会拿两个小针石念咒 诗匠人要在睡觉的时候 把针石放在眼眶一碗 再给喜欢的人一个深情的凝望 就可以得到对方的心 但是如果诗匠人中途变心 就会七拱流血而死 第三个是降头油 是最厉害的勤匠 说是勤匠呢 其实应该称为射匠 因为施匠者唯一的目的 就是得到对方的肉体 所以又被称为合合油 据说降头油的效果奇佳 只要轻轻点在皮肤 没多久 对方就会丧失理智 忍忍百步 醒来以后 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九个 血咒 血咒在降头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仪式 杀伤力强的降头术 都一定要下血咒 集出一滴血 滴在下降之物 配合咒语 就可以增加降头术的威力 一旦降头被破 降头师也会被降头术反噬 就有一些降头师 因为被反噬而失明了 第十个 鬼匠 有了降头师专门养鬼 就是所谓的鬼匠 养的小鬼可以帮降头师做事 施法的时候会当助理 而且他们来无影去无踪 有了降头师还会将自己养的鬼 浪渡给普通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鹰牌 这些鹰牌都是取用真人的骨头 并且将他们的魂魄封在里面 施法49天以后 这个魂魄就会听人使唤 服从行事 要换出小鬼之前要先念咒 然后跟他们说要处理哪些事情 小鬼就会用最快的速度去办好 不过要操纵小鬼需要有高强的法力 否则不但没办法制服鬼 最后还可能被鬼给伤害了 以上就是南洋十大邪术 不过我还是想要劝劝大家 我们有任何需要虔诚的拜拜就好了 不用特别去做降头 因为我始终相信 降头只是拿你未来会有的 提前让你拿到罢了 你拿了太多还是得要还的 那么要跟大家讲一下 礼拜五我们会出超长片 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好我们下次见 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